截至目前,天文学家已通过望远镜观测到四千多颗系外行星,并在这其中找到了许多可能宜居的行星世界。 说到这里,可能有些人会问,当我们试图搜寻外星生命迹象时,我们是否也可能成为被观测的目标呢? 针对这一想法,天文学家列出了一组数据。 在距离地球300多光年范围内,至少有1004个恒星系,处于可看见地球的有力位置,那这又是根据什么判断的呢? 目前来讲,搜寻系外行星最直接可靠的方法就是零日乏。 当一颗行星从母恒星前方经过时,恒星的光量就会略微下降。 通过这一发现,天文学家就可以分析出该行星的大小等数据。 也就是说,如果外星生命存在于这些恒星系中,并同样拥有智慧,就很有可能通过相似的方法发现地球,甚至是我们。 预计2021年3月,耗资近百亿美元的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发射升空。 作为哈勃的继任者,他有着远超哈勃的观测能力。 除了可以看到宇宙诞生初期的星系图像,还可以探索遥远行星更多的详细数据。 外星生命存在吗?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知晓答案。